各位嘉宾好 我柯宇瑞 今天是2023年的7月5号 礼拜三 也是民国112年的7月5号 礼拜三 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大悲咒 范文的意涵 我这个资料是来自于法风法师 法风法师 法风法师还没出家前 他叫简峰齐居士 法风法师他有写一本书 法风法师他有写一本书 那这本书的书名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古范文佛教座与全集 台北市里面的杭州南路 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的 那跟各位嘉宾报告一下法风法师长什么样子 我们在Google里面打上法风法师 这位就是法风法师 我好几年前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有跟他学过范文的咒语 那这个法风法师范音 愣言心咒教学 YouTube里面他都有 然后佛教咒语大全 法风法师还有出版古范文的千句大悲咒 还有词诵如何怎么词 愣言咒最有效 法风法师古范文佛教咒语全集 法风法师还有出版古范文观世音菩萨咒语全集 这些都是法风法师 还有古范文的佛母大孔雀明王金 法风法师他最近出版了很多书 虽喜赞叹 虽喜赞叹 好那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法风法师 我以这个法风法师范封奇写的这本书 古范文佛教咒语全集 它是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的 那我再跟以他为版本 再找一些资料 然后再加上林光明教授的这个资料 因为有一些单字啊 林光明教授他有不同的看法 好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悲咒里面 第一个单字 他的全名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大悲心陀罗尼 如果讲得更完整的话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 广大圆满无碍 大悲心大陀罗尼 好 首先他这里 这个大悲咒里面一刚开始 第一个单字是南妈哈 南妈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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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妈赫是有 就是像泛文的南摩一样 南妈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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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文的 南妈赫 这个就是有龟一 礼拜 龟一 礼拜 礼敬 英文叫attention 礼拜 南摩 南妈赫 南妈赫 南阿那 南妈赫 Ratna Ratna 南妈赫 它有Namo N A M O 就是礼拜 龟一 礼敬 然后这个 Ratna 跟各位嘉宾报告 Ra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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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珍宝的意思 Ra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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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na有珍宝 寶贝 珍宝的意思 在这里 嗯 我有查一下这个泛文的单字里面 这个Ratna Ra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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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礼物 有财产 有财富 财富 然后呢 还有珍宝 珍宝也是Ratna Ratna 宝贝也是Ratna 宝贝也是Ratna Ratna Ratna 所以那个 还有呢 如意宝 Ratna 也是叫如意宝 Ratna 也叫宝贝 Ra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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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 寶珠 寶珠也是Ratna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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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上的宝贝 寶 珍宝 珍宝 Ratna Ratna 它本身有很多的意思 Ratna 还有那个 Ratna 还有什么意思呢 Ra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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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寶珠 寶珠 Ratna 它有一个意思就是 Ratna Ratna 珍宝 Ra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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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一个意思 Ratna 意思就是 寶珠 如意宝 珍珠 所以这个Ratna 的意思 Ratna 意思本来是 这些都是 礼物 财产 财物 财富 金银财宝 金银财宝 也是Ratna 寶石 Ra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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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石 Ratna 也有寶珠的意思 Ratna 也有最上的宝贝 寶 Ratna 珍宝 Ratna Ratna 还有 另外一个意思是 寶珠 Ratna 如意宝 Ratna 珍珠 Ratna 这些都是叫做Ratna Ratna 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呢 Ratna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这个 礼物 礼物 财产 Ra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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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财富 Ratna 也叫珍宝 Ratna 也叫宝贝 Ra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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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珠 Ratna 寶珠 Ratna 珍宝 Ratna 金银财宝 Ratna 最上的 Ratna 最最殊胜的 所以 所以事实上Ratna 它本来原始的意思就是财产 财富的意思 真宝 所以我们佛教的就是财产 就是财产 Namah 就是财产 寶贝 Ratna Trayaya 是三个意思 Ratna 就是宝贝 珍珠 珍宝 三宝 佛教里面三宝 佛 佛 第一宝 佛 第二是法 第三是三卡 三卡出家人 佛法 就是三宝 然后皈依三宝 事实上就变得很有财产 很有财富 理论上是应该是这样 开发自信以后 就变得很有钱 Ratna Ratna Ratna的珍宝 有宝贝的意思 Ratna 这个宝 Trayaya Trayaya 是三 一二四 我们英文叫Swing 所以事实上它这个范文就是范欧语系 1 2 3 三 那我们范文叫Trayaya 三 三宝 佛法身 三宝 皈依佛 不诺地狱 皈依佛不诺鬼 皈依身 不诺促身 佛法身就是三宝 Ratna 好 那我们再 再复习一下Ratna Ratna 意思有礼物 Ratna 这个单字 在范文的咒语里面 常常出现 常常出现 Ratna 这个佛教好喜欢这个宝贝 Ratna Rat 这个R卷是Rat 然后A的话发生R的音 Ratna 礼物 Ratna 也叫财产 Ratna 也叫财富 Ratna 也叫珍宝 Ratna 也叫宝具 Ratna 也叫柔衣宝 Ratna 宝贝 Ratna 宝珠 Ratna 宝石 Ratna 珍珠 Ratna 金银财宝 Ratna 最上的 Ratna 最最殊胜的宝贝 这叫Ratna 这就是 前面第一个 这个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 大陀螺尼 这个是唐朝不空法师翻译的 我们当初翻译完的都是用中文的 Namah Ratna 多大夜夜 Namah 法风法师就把它翻译成 Namah Ratna Ratna 就是放文的Ratna Trayaya Trayaya 就是三 归三宝 归佛 归身 然后 归神圣的 观世音菩萨 观自在菩萨 Namah H 跟Namah 事实上都是礼敬 礼拜 英文叫Attention Attention to 神圣的观世音圣 Aria Aria 是神圣的意思 Aria Holy 英文有一个单字叫Holy 非常神圣的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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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Aria Aria Aria有神圣的意思 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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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圣的意思 Aria 就是归一三宝 归一神圣 然後 的观世音菩萨 Aria 就是很重信 信义的 Aria Aria 也有高贵的意思 尊贵的意思 Aria 可尊敬的 观世音菩萨是可尊敬的 很尊贵的 我们现在常常讲演讲的时候 我们常常如果校长在场的话 我们就常常听到贵宾致词 尊敬的校长 你好 尊敬的教授 尊敬的谁 尊敬的总统 尊敬的阿里亚 A R Y A 阿里亚 还有圣的意思 Holy 妙圣 阿里亚 贤圣也叫阿里亚 善也叫阿里亚 圣人也叫阿里亚 尊者也叫阿里亚 大德也叫阿里亚 所以阿里亚有Holy 神圣的意思 阿里亚有重信义的意思 阿里亚有高贵的意思 阿里亚有可以尊敬的意思 阿里亚是尊贵的 阿里亚圣 阿里亚另外一个意思 意思是妙圣 阿里亚贤圣 善 阿里亚 圣人阿里亚 尊者也叫阿里亚 大德也叫阿里亚 阿里亚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是归一三宝 归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归一礼拜 神圣的 阿里亚就是Holy 非常神圣的 归高贵的 尊贵的 可令人非常尊敬的 神圣的 尊贵的 这一个 谁呢 阿里亚 这个观察是Avalokite Avalokite Avalokite就是观察 Svaraya就是自在 自在 Svaraya Svaraya 这里有一个单字 Avalokite Avalokit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Avalokite的意思 Avalokite 这个为什么变成 Lokite 因为这个 R跟R是连印 所以它 这个梵纹 它就是 就把它 被吸收掉 就对了 然后 后面那个 第一个 阿里亚 那R跟 Avalokite 让它合在一起 好 这个 Avalo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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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这个 Avalokite 有观察的意思 Avalo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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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梵文叫做 Avalo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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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观察的意思 Avalo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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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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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 但是 是从 Avalokana 过来的 Avalokite Avalokite 是中性的 中性的 中性的动词 Avalokite Avalokite 中性的 中性的 Avalokite 他有观看 他有观看 有别见 Avalokite Avalokite 外观 Avalo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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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的 Avalo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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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Avalokite Avalokite 也叫 Avalokite Avalokite 也有观察 Avalo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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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araya sbaraya 它有自在的意思 sbar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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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AP會正确的发音 应该念成 shiva ra a的上面有异痕的话长音 shiva Shybaraya 念快一點 Shybaraya Shybaraya也是可以的 反正這個S的音就對了 不過正確的話應該是 很清楚的翻譯要念 Shy Shybaraya Shybaraya 就是自在 自在的意思 Shybaraya也是翻譯 念成這樣也是可以的 Shybaraya 這就是 Livai 佛法身三寶 Livai Nammo 神聖的Aria Holy Aria Valokite Valokite 是觀察 世間的聲音 Shybaraya 自在 觀自在 菩薩 觀自在 觀的話就是 Valokite 自在 Shybaraya Shybaraya 是自在的意思 好 觀自在 李拜神聖的觀世音 後面要記得 他的 他的那個 他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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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號嘛 叫菩薩 事實上他已經成佛了 正法明如來 道駕慈行 道就是道過來駕 慈行事實上就是 就是變現成菩薩來救度眾生 那這個Bodhi Shybaraya就是菩薩 Bodhi Shybaraya Bodhi 菩提 Bodhi Shybaraya Bodhi Shybaraya 就是菩薩的意思 好 然後呢 Maha Maha Shybaraya Maha Shybaraya Maha Shybaraya M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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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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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偉大的誰呢 Maha Shybaraya Maha Shybaraya Maha Shybaraya Bodhi Maha Bodhi Bodhi Maha Shybaraya M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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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世音菩萨不仅是伟大的菩萨 他充满了他的内心从头到脚 都充满了大悲心 马哈 卡路卡路卡路尼卡亚 卡卡卡路卡路尼卡亚 卡卡路尼卡亚 也可以念成卡路尼卡亚 卡路尼卡亚是什么意思 卡路尼卡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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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范文单字 卡卡路尼卡亚 大悲心词 卡路尼卡亚 他是从一个范文单字过来的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 卡格阿卡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也是可以的 卡路尼卡亚 卡路尼卡亚 就是有大悲心的 大悲心的人 卡路尼卡亚 他是从一个单字过来的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也是可以的 把卡 可以发成卡的音 卡路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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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路尼卡的话 就是有同情心的 compassionate 有同情心的 卡路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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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悲心 卡路尼卡 慈悲心 卡路尼卡 大慈大悲 大悲 大悲心 卡路尼卡 慈悲心 卡路尼卡 大悲心 卡路尼卡 大慈悲 卡路尼卡 所以卡路尼卡 他有一个意思就是慈心 卡路尼卡 我们也可以把它念成 卡路尼卡 这样单字比较不会记错 K-A-R-U-N-I-K-A 卡路尼卡 慈悲心 巨族大慈悲心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 然后呢 慈悲心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大慈悲者 卡路尼卡 悲名 卡路尼卡 年名也叫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慈安 所以这个 卡路尼卡 这个单字 卡路尼卡 K-A-R-U-N-I-K-A K-A-R-U-N-I-K-A 理论上正确的念法是 卡 卡路尼卡 但是卡路尼卡 有时候记记的话 变成G-A的 所以我们念 卡方便了 卡路尼卡 就是有同情心的 卡路尼卡 大慈悲心 卡路尼卡 大悲心 大悲、慈悲都叫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大慈悲 然后卡路尼卡 另外一个意思是 慈心 然后呢 卡路尼卡 巨主大悲心 卡路尼卡 慈悲心 卡路尼卡 大慈悲者 卡路尼卡 悲悯 卡路尼卡 怜悯 卡路尼卡 慈安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 所以 卡路尼卡 他是从 卡路尼卡 或是卡路尼卡 这个单字过来的 那这个卡路尼卡 就是 卡路尼卡 大慈悲心 大慈悲心 他这个范文是从哪个单字 变过来的呢 就是 卡路尼卡 卡路尼卡 事实上 他就是有同情心的意思 大慈悲心的意思 大悲心的意思 大慈悲的意思 还有呢 慈心 具足大慈大悲的心 慈悲心 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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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卡 大慈悲心 大慈悲心 悲悯心 卡路 尼卡 怜悲 卡路 尼卡 慈哀 卡路 尼卡 所以范文里面的这个 摩喝 加鲁尼加也 加鲁尼加也 事实上就是大慈大悲子 加鲁尼加也 卡路 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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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是具有大慈悲心 所以我们持诵这个大悲咒 大悲咒的话我们就是要大慈悲心 大慈大悲的心 大悲心的体相就是有一个大慈大悲的心 A saf leaving sab total 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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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all 所有的 ling 所有的 然后Lubbaya Lubb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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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从一个梵文单字过来的 Rab R-A-B-H R-A-B-H 然后变成Lubbaya Lubbaya 李拜伟大的神圣的观世音菩萨 这位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大菩萨 这位观世音菩萨是具有大慈悲心的菩萨 礼拜 然后所有的一切的 Rabba Rabba 就是精进的 所有精进的那个 及清净的圣人 礼拜 所有的精进修行的 及清净的圣人 礼拜 Rabba Sava Sava就是英文的O 然后Lubbaya Lubbaya 中文叫Lubbaya Lubb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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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bbaya是什么意思的 Lubbaya Lubbaya 他从幻文的这个R-A-B-H 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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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B有抓住的意思 因為 koled 用握住的意思 RAB還有曲的意思 RAB還有把一個東西抱住 RAB還有增長的意思 Rub 還有勤修 勤修 Rub 還有一個意思叫 Press 戰友 Rub 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依靠 Rub 還有一個意思就是發生 然後很 很精進 Rub 還有開始 Begin 還有發起 Rub 還有一個意思是發起 Initiate Rub 還有一個意思是擁抱 Imbress 所以這個禮拜 所有的這個 靜靜的 修行 靜靜修行的誰呢? Suda Nadasia 這個 林光明教授把它翻譯成愛布施者 愛布施者 那 也可以 法風法是沒有把它翻譯 就是禮拜所有 非常精進修行的 極清淨的聖人 我是把它翻譯成 極清淨的聖人 Suda Nadasia 林光明教授把它翻譯成愛布施的人 Suda Nadasia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它是Suda Nadasia 是從哪個範文單字過來的呢? Suda Suda 對 我們跟各位嘉賓報告 Unsafa Rabba Rabba 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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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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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的話是 就是說禮拜那個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是個偉大的慈悲心的人 他是一個大菩薩 他內心具有大慈大悲心 然後 所有的一切的極清淨的人 然後呢 禮拜 禮拜這個 所有極清淨的人 那麼 Skrittwa Kritwa Kritwa Namos Namas 就是禮拜的意思 Kritwa 就是實行的意思 然後這裡有一個 所有的這一個 所有的這一個 Ong 所有的 沙馬有Ong的意思 Rabbi Rabbi 有這個 精情修盡 精靜修行 精靜修行的誰呢 極清淨的 所有 的清淨 清淨的聖人 精情修行 精情精淨的聖人 極清淨的聖人 極清淨的聖人 林光明教授把他翻譯成 艾布斯的人 這個 Sudanadasha 是從 從哪個單字過來的 Sudanad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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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這個單字過來的 Sudanad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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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 U SU SUDA 這個開根號的意思 就是動詞的原型 字根 字根 就是動詞的 U SU SUDA SUDA U S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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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SU S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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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意思就是 清 清淨的 PURE 清淨 還有極清淨的 非常非常清淨的 也叫做那個SUDA U SU S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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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SUDA SUDA 這個動詞過來的 SUDA 它有意思是 鮮結的 SUDA 另外一個意思是乾淨的意思 SUDA 清淨的 U SU SUDA 它的動詞 原型動詞是 U SUDA SUDA 就是 是 另外一個意思是 清淨 SUDA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極清淨的 U SUDA 還有 鮮結的 乾淨的 清淨的 SUDA SUDA 意思就是 清淨的意思 極清淨的 仙洁的 清淨的 及清淨的 都是修 修修修修修 所以这个梵文大悲咒里面 所有的一切的 非常精进 拉白爷 拉白爷就是非常精进的 清淨 所有一切非常精进的 及清淨的圣人 非常清淨的 非常精进的 拉白爷 拉白爷就是他的梵文原型动词 抓住了 精勤 勤修 所有很精进修行的 及清淨的圣人 所有的 就是沙法是所有的 拉白爷 拉白爷就是精进修行的 精进精进的 这个舒达纳达沙 及清淨的圣人 礼拜 我礼拜的 就是我们来礼拜的这个 所有的圣人 就是这些 贤圣生 不仅是出家人 在家人之类有 所有及清淨的 精进修行 精进修行的 及清淨的人 自信非常清淨的圣人 然后那么 激进修行铤道 Namos Namos On Sava Labba Yeh Su N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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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 Namos 就是Attention Krit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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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礼拜之後 礼拜 Namos 這個實行礼拜 Kritva K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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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t 修 修行的修 還有做 clit 還有所做的意思 還有煩 clit 陰性的 clit clit 還有一個實行的意思 clit 製造 clit 動作 clit 有活動 clit 有生產 clit 有著作 clit 有確認 clit 有實證的意思 那 所以放文這一個 c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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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禮拜之後 禮拜觀世音菩薩之後 禮拜的所有世間 過去現在未來所有 精神修行的 極清淨的人之後 clit 然後 禮拜 禮拜 這個觀世音菩薩 禮拜 這位 阿里亞神聖的 Valokite 觀自在 Svaraya 觀自在菩薩 然後呢 這個單字 c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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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禮拜之後 翻譯成禮拜之後 為什麼翻譯成禮拜之後呢 因為它這個clit大 它是從範文的clit過來的 clit它有造作的意思 clit有產生的意思 產生出來 clit 還有發生的意思 clit有執行的意思 clit還有造的意思 clit還有所作 還有煩 另外一個陰性的單字 clit clit的話有旅行 還有實行 製造 clit 動作呢 clit 活動呢 clit 生產 clit 所以clit c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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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實行 實行禮拜 namas clit 就是實行禮拜之後 禮拜之後 禮拜這個三寶 禮拜觀世音菩薩 禮拜所有 極盡修行的 極清淨的聖人 然後呢 之後呢 禮拜 一蒙 阿里亞 Valokites Shvara Lamdaba 這個Lamdaba Lamdaba 就是幸福快樂的尊者 然後呢 禮拜 這一位 禮拜 禮拜這一個 他這一個禮拜 禮拜 所有的 精進修行的 極清淨的人 然後呢 禮拜 禮拜 這一位 這一位 禮拜 極清淨 精進修行的 極清淨 極清淨 極清淨的聖人 蘇 Dana Dasha Namas Krit 禮拜之後呢 這一位神聖的觀世音菩薩 聖人 這個 這個 Lamd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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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 這個 Lamdaba Imam Imam 先看一下放文的單字 Imam M'amdaba M'amdaba Imamd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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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也叫Imamdaba 慈中 也叫Imamdaba Imamdaba Imamdaba 這個方法 Imamdaba 代名詞 這個意思 Imamdaba 這裡有一個 Lamdaba Lamdaba 就是 神聖的觀世音菩薩 然後他也是一個 因為 他也成佛了 佛的話 就證到 常樂我敬 自信 常 樂 我敬 樂 就是快樂 所以觀世音菩薩 因為他 證物到自信 極清淨的自信 所以觀世音菩薩 他也是怎樣 他也是 這位 他的特性 這位 神聖的 觀世在菩薩 他也是一個 這個Lamdaba Lamdaba 他本來有 幸福快樂的意思 就是 觀世音菩薩 他 他 證到了 這一個 證到了 自信的 清淨 自信 證物到 常樂我敬 的 清淨心 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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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性就是 常樂我敬 涅槃 自在 這些都是 清淨心 自在 清淨心 這些都是 觀世音菩薩 他有一個特性 菩薩是一個大慈大悲的菩薩 然後呢 他也是一個 嗯 這個 Lamdaba 直譯的話 就是說 他也是一個 幸福快樂的一個 大菩薩 幸福快樂 因為 跳脫六道輪迴 Lamdaba 這範文裡面 他這裡有一個 Imon Aria Imon 就是這位 Aria 神聖的 Valokite 就是觀察 Valokite 就是觀察的 Shibariya 就是自在 Lamdaba 我們這範文裡面 常常持送大悲之後 有一個Lamdaba Lamdaba是什麼意思啊 Lamd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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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原來的意思就是 有幸福快樂的尊者 有個 R R R 然後呢 R是捲舌音 Ram DHA Lamdaba Lamdaba 他有快樂的尊者 幸福快樂幸福的尊者 他這個 Lamdaba 他從這個範文裡面 有兩個單字過來的 第一個是 Ram R A M R Ram Ram他有高興的意思 有滿足的意思 喜歡的意思 享樂的意思 然後呢 歡樂的 Ram 然後歡喜的 然後快樂的叫Ram 喜歡的叫Ram 與什麼性交 男女性交事實上是 也是很快樂的 所以他是Ram 然後呢 還有一個娛樂 所以那個 西藏他有 西藏他有那個 男女雙修法 不過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他們是說 那個 那個 釋迦摩尼佛傳的那個佛法 應該沒有男女雙修 可能是佛法傳到西藏以後 西藏的那個 本土宗教有男女雙修 佛教為了 在西藏裡面把他打開這個 傳法的這個障礙 所以把那個 藏傳的那個 土住 就是西藏原始的那個 非佛法的這個男女雙修 把他吸進來 吸納進來 所以有男女雙修法 這個Ram Ram的話就是與什麼性交 與什麼性交 也叫Ram R-A-M Ram 然後性交的時候會有娛樂的 所以Ram它有快樂的意思 高興的意思 有滿足的意思 Ram 有喜歡的意思 Ram 有享樂的意思 Hedonism 英文叫Hedonism Hedonism Hedonism 然後呢 歡樂 歡喜 Happiness 快樂 喜歡 Ram Ram就是有快樂的意思 幸福快樂的意思 Dava Dava D-H-A-V-A Ram Dava 是兩個放文單字 合在一起 Ram就是有快樂的意思 Ram有滿足的意思 喜歡的意思 Ram還有意思是享樂的 Ram 一個意思是歡喜的 Ram還有意思是快樂的 Ram 另外一個意思是喜歡 Ram 與什麼性交 男女性交的時候 產生了快感 快樂 那個叫Ram Ram 與什麼性交 性交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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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的那個 那個 享樂 歡樂 歡喜 Ram 在性交產生的快樂 也叫Ram Ram 那大悲咒裡面 大悲咒裡面 他這個 他這個是 這位神聖的觀智 在菩薩 我們不能給他翻譯說 他正在性交的時候 產生的快樂 這個這樣翻譯好像就是怪怪的 應該就是說 這個Ram 他本身的意思叫 他這個 Ram 他本身的意思還有幸福快樂的意思 不一定 一定要侷限在性交 性交 只是Ram 裡面的意思 意思一種而已 他還有其他意思 有叫歡樂 他是一個幸福的一個尊者 Daba Daba Daba是什麼意思呢 Daba 是從範圍裡面的DHA Daba Daba Ram Daba DHA DHA D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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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的意思 丈夫 husband host 主人 所有人 所有人 就是說 他是一個尊者就對了 有所有權的人 叫做Daba 主人也叫Daba 丈夫呢 也叫Daba 男子呢 也叫Daba 所以Ram Daba 旨意的意思就是 快樂的這個主人 快樂的尊者 有滿足感的尊者 Ram Daba 然後呢 歡喜的尊者 Ram Daba 享樂的尊者 Ram Daba 歡樂的尊者 歡喜的尊者 快樂的尊者 然後呢 與什麼性交的尊者 這樣反應好像怪怪的 娛樂的尊者 所以幸福快樂的尊者 Ram Daba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範圍的意思 他說 李拜佛法身三寶 李拜這位宇宙無敵超級神聖的觀至在菩薩 然後觀至在菩薩是一個大菩薩 觀至在菩薩 他是有大慈大悲的菩薩 然後呢 所有的一切非常精進修行的 及清淨的聖人 李拜 李拜這個 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三世 非常精進修行的 及清淨的聖人 然後這位官部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觀世音菩薩 Imo就是這一位 阿里亞神聖的這個 Malokite是觀察自在 觀察自在 就觀自在 尊者 事實上他這個意思就是 李拜這個 這個大悲週一剛開始 就是李拜佛法身三寶 李拜這個神聖的觀世音菩薩 李拜這位超級偉大的菩薩 李拜這位具有大悲心的菩薩 然後呢 李拜 這個修行人還有李拜 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三世 一切 Sava 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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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抓住的意思 精進修行的誰呢 蘇達拉達俠 及清淨的聖人 然後呢 李拜完了以後 要李拜這些人 有李拜佛法身 李拜觀世音菩薩 李拜所有的賢聖身 李拜所有的賢聖的 賢聖的出家人 在家人 一夢這位神聖的 阿里亞 Malukite 觀自在 Sibaraya 菩薩呢 他是一個幸福快樂的尊責 所以慈聰大悲週 事實上是很快樂的 Ramd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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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世音菩薩是一個 快樂幸福的一個尊責 所以慈聰大悲週會給我們快樂 慈聰大悲週會給我們高興 慈聰大悲週會 因為他這個單字 他說 李拜這一位 一夢神聖的 Malukite 自觀察 自在 Sibaraya Ramdaba Ramdaba 事實上 Ramdaba 就是幸福快樂的尊責 所以觀世音菩薩是一位 幸福的 快樂的 歡喜的尊責 歡樂的尊責 所以李拜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也不是那種死去沉沉的 他是很快樂的 很幸福的尊責 所以慈聰大悲週會帶給我們幸福 慈聰大悲週 我們會變成一個快樂的主人 慈聰大悲週會讓我們 我們就是修行觀世音菩薩的法門 然後跟觀世音菩薩學 跟教授學的話 像我從助教生到教授 跟教授學 終於一天會成為教授 跟那個郭台銘學 終於一天會變成非常有錢的那個 大生意人 跟什麼人學 我們就變成什麼樣子 跟觀世音菩薩學 我們就變成 以後我們就變成內心 就具有大慈大悲的 大慈大悲的修行人 就對了 然後觀世音菩薩是怎樣呢 他是一個高興的一個尊者 Ram Dava 高興的一個尊者 他是一個滿足 具有滿足性的一個尊者 他是歡喜的一個尊者 他是一個享樂的尊者 應該是歡樂的尊者 歡喜的尊者 觀世 所以我們休息大悲之後 會讓我們人生帶來高興 會讓我們Ram Dava 我們又作為那個 歡樂的主人 然後我們持聰大悲之後 會讓我們帶來 Ram 快樂 然後持聰大悲之後 會讓我們帶來這個 享樂 然後變成一個Dava 然後持聰大悲之後 帶來的快樂 跟享樂 跟愉快 就像男女在性交一樣 齁 持聰大悲之後 讓我們的人生 讓我們人生的快樂 就像那個男女生在性交一樣 那麼快樂這樣齁 持聰大悲之後 可以達到那種境界的齁 不用 不是用實際讓男生跟女生 男性跟女生 男生跟女生 在實際從事性交 不是喔 不是 是持聰大悲之後 可以陣入到那個男女 男女在性交產生那種快感 快樂 持聰大悲之後 可以達到那種地步 那事實上 持聰人 沒有 持聰人 也可能是男生 也可能是女生 實際上他是沒有在從事性交 他是說 持聰大悲之後 可以讓我們帶進來那種歡喜 歡樂 享樂 還有那種滿足感 讓我們 內心呢 充滿了高興 充滿了滿足感 run 然後呢 充滿了享樂 讓我們人生變成一個享樂的人生 讓我們那個人生 持聰大悲之後 會讓我們人生變一個run 歡樂的人生 會 持聰大悲之後 會讓我們人生變成一個歡喜的人生 run 持聰大悲之後 會讓我們人生變成一個快樂的人生 持聰大悲之後 會讓我們喜歡這個世間 喜歡跟人互動 所以說直接翻譯就是 觀世音菩薩這個幸福快樂的尊責 幸福快樂 那持聰大悲之後也是啊 我們就變成一個快樂 歡喜的一個主人 打法 run 還有一個意思 持聰大悲之後 可以達到那種快樂 快樂舒服的境界 就像男女性交那種舒服快樂的感覺 這樣 持聰大悲之後可以達到這種地步 不用從事真正的男女在性交 持聰大悲之後可以達到這種快感 與什麼性交的也是ram ramdava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大悲咒 這個單字 這個 這一位 一夢阿里亞神聖的觀 觀察 阿馬路基底 士巴拉雅 自在菩薩 他是一個ramdava ramdava ramdava 事實上他這個放文單字裡面 他就是有幸福快樂的尊責的意思 ram 有幸福快樂的意思 dava就是尊責 觀世音菩薩是一個幸福快樂的尊責 然後我們持聰大悲咒 我們也會成為一個幸福快樂的主人 ram就是幸福快樂的 歡喜的 歡樂的 快樂的 dava dava的意思他就是有 持聰大悲咒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快樂的主人 因為在這裡有一個 他的意思 dava本身就是男子 丈夫 dava還有一個主人 dava還有所有人 持聰大悲咒會變成 歡樂的所有人 持聰大悲咒會變成ramdava 快樂的所有人 持聰大悲咒會變成 歡喜的所有人 的所有人 持聰大悲咒會達到那一個 就像性交一樣 男女在性交一樣 那麼快樂 那麼舒服的那個主人 所有人 這也就是說 持聰大悲咒 會讓我們成為一個 就是觀世音菩薩 他事實上就是觀察世間 然後自在的 所以他是一個幸福快樂的一個神聖的聖人 尊者 那我們持聰大悲咒也會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歡樂的一個主人 人生變得非常歡樂 我們的人生啊 持聰大悲咒會讓我們的人生變成一個高興的人生 快樂的人生 滿足的人生 喜歡 享樂的人生 應該是說很快樂就是 歡樂的人生 讓我們變成快樂的主人 愉快的主人這樣 持聰大悲咒不會死氣沉沉的 會變成人生會充滿了愉悅快樂 Ramdava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一個單字就是 南無 拉拉吉地 還是禮拜觀世音菩薩 禮拜觀世音菩薩是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是歡喜快樂的主人 觀世音菩薩呢 然後我們再來禮拜這位 拉拉吉地 拉拉吉地 拉拉吉地就是清景觀世音菩薩 拉拉吉地 大悲咒裡面有拉拉吉地 常常出現 清景觀世哉菩薩 觀世哉菩薩是怎樣呢 他無染的 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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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風法是 把它翻譯成那個Herry 然後他是一個偉大的尊者 Maha Vata Samme Moha Po 多 Same Vata Same Vata 然後呢 Va Same Vata Same 然後那個林光明教授把它翻譯成 偉大的 就是偉大 這個Vata Same 偉大的主 觀世音菩薩是個偉大的主 Same 偉大的聖人 偉大的尊者 Vata Same Vata Same 他是怎麼過來的 先看一下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Namo 是清景觀世音菩薩 李拜 李敬 這位清景觀世音菩薩 清景觀世音菩薩 是無染的 Herry 這一個單字 Herry Herry 有一些人把它翻譯成Herry 無染的 Herry Herry 然後 事實上也可以另外一個Herry Herry 除了無染以外 他事實上 另外一個 跟他發音很相近的 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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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單字 也可以往 這個方向 除了Herry 除了Herry 無染以外 另外一個可以解釋的方向就是Herry 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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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原來那個範文是Herry HRI Herry 它範文意思是羞愧的 然後Herry 另外一個意思是身懷懺愧心的 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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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懷愧心的 Herry 他密度放得很軟 這叫悲愧心 慚愧心 所以事實上也可以往這個方向 方向 解釋 觀世音菩薩 礼拜 清景觀世音菩薩 清景觀世音菩薩 他是擁有那個身懷慚愧的大菩薩 慚愧的 Herry Herry 是無染的 另外一個是慚愧心 Herry 觀世音菩薩 因為他大菩薩本身就是有悲下心 慈悲心 悲下心 所以Herry 他原來那個範文的意思就是羞愧的 Herry 身懷懺愧的 Herry 羞愧 Herry 慚愧 Herry 他有羞愧的意思 Herry 他有羞恥的意思 Herry 他有個臉紅 Herry 這個方向解釋也是可以的 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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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裡有一個單字 Herry Lammo Lalakiti Lalakiti就是清景觀世在菩薩 清景觀世在菩薩 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他是沒有污染的 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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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y也是可以 另外一個方向 他沒有 就是說他沒有污染 是一個解釋的方向 另外一個就是有慚愧心的 那範文叫Herry Herry Herry他是從Herry這樣過來的 觀世音菩薩 他是有大慚愧心的一個菩薩 然後呢 觀世音菩薩 也是有偉大 他是一個偉大的一個尊者 Maha就是Great 偉大 Vatasame Vatasame Vatasame是什麼意思 林光明教授把他 他把他翻原成那個範文是Vat Vatasame Svame Vatasame 偉大的主 偉大的主 Vata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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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一般通用是Vatasame Vatasame Vatasame Svame 就是統治者的意思 就是有主人的意思 那什麼是Vata V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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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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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heads 或是說拿來 拿來 或是說拿去 but 就是擁有 擁有 然後呢 Butta Shamme Shamme 它放文是有一個單字叫 Svamin Svamin是所有者 統治者 主人 host 指揮官 指揮官 丈夫 Svamin 還有一個主 還有King 國王 Svamin 還有一個國主的意思 Svamin 還有另外一個意思是president Svamin 還有宅主 家主 Svamin 還有自在主 Svamin 還有一個所有人 就是 所以那個 Butta Shamme 林光明教授把它 翻譯成 Butta Shamme 偉大的主 偉大的主 事實上也是可以的 偉大的主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它翻譯成 這個是 它是一個指揮官 他是 Vat 具有 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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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的意思 就是說它事實上是 是一個指揮官 偉大的 偉大的尊者 他是一個 統治者 應該事實上是說 他可以那個 駕馭 駕馭自己的內心 駕馭自己的心 駕馭自己的心 偉大的聖人 他可以駕馭 駕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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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Vat 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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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意思是 擁有 擁有什麼呢 擁有那個 Svamin 擁有那個統治者 擁有指揮官的屬性 擁有 具有指揮官的屬性 就是說 他是一個指揮官 他是一個國王 他是自己的主人 內心的主人 他已經降服了所有的煩惱 煩惱 喜氣 Vatashame 所以 觀世音菩薩 他是一個偉大的 那個 那個 內心的一個主人 內心的主人 偉大的尊者也是可以的 Vatashame 事實上 Vatashame 就是說 他是一個偉大的 這個 內心的那個 內心自在的一個主人 他可以控制自己 消除自己的所有的煩惱 喜氣 業障 就變成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就對了 這偉大的主人 內心的主人 Vatashame 觀世音菩薩 是 禮拜 清淨 觀世音菩薩 清淨 觀世音菩薩 是一個無人的菩薩 或者說把它翻譯成 是具有 大慘愧心的菩薩 然後觀世音菩薩 也是具 他也是一個偉大的內心 內心 降伏內心的煩惱的一個主人 作為 觀世音菩薩 是一個偉大的 可以做 可以 駕馭自己內心 駕馭自己心性的一個主人 Vata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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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意思這樣 好 各位嘉賓 我們今天先跟各位嘉賓 介紹這個Vatashame 下次有機 下次的話再繼續介紹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跟各位嘉賓 介紹到這個Vatashame Vatashame Vat 這事實上就有具有的意思 Vat 它有擁有的意思 Vat 它有have 的意思 Vat 它有拿來的意思 Vat 它有拿去的意思 Vat 然後 Shame 它的梵文 有一個單字叫Svabin Svabin 是所有者的意思 Svabin 是統治者的意思 Svabin 還有主人的意思 Svabin 指揮官的意思 Svabin 還有一個丈夫的意思 Svabin 還有一個自在主 Svabin 還有King 國王的意思 還有國主的意思 Svabin 還有Preder等總統的意思 Svabin 還有宅主的意思 Svabin 還有家族的意思 Svabin 還有自在主的意思 Svabin 就是所有人的意思 所以觀世音菩薩 它是一個偉大的一個內心 可以做內心自己 可以做自己內心的一個主人 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它降伏了一切的煩惱 降伏了一切的貪、稱、痴 就可以作為 它是一個偉大的 Maha就是偉大的意思 Great Vat Vatashame 就是擁有 它可以主宰自己的內心 然後呢 不起貪、稱、痴 做自己親近心的主人 Vatashame 它有這個意思 好 跟各位嘉賓報告 那今天就是先跟各位嘉賓 解釋大悲咒的單字 解釋到這裡 非常感謝你的聆聽 謝謝